我们今次是讲怎样大动复兴 怎样推动更多人的复兴 我们其中一个弟兄是去了英国的 昨晚我跟他通电话 他跟我询问我关于他在那里遇到的弟兄姊妹 我们中间应该知道是哪个弟兄 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去了英国 我先不说他的名字 他去到英国就发觉很多香港人去到 就开始有不同的聚会 也有些人聚集在一起 希望可以做一些工作 但是他说在过程中 他发觉他们有一种竞争性 就像是谁要比某一个人更努力 并不是心里很想去更新 他就询问我如何去帮助他们 我就说你可以用《轻心得识》的书 去帮助他们 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给神大大使用 而当人竞争 或者有不同的罪 不同负面的东西 是会难了叫白做 就是我形容白做 为什么白做呢 因为明然用时间去侍奉 但是做的时候 骄傲或者竞争 神是不喜欢的 神不喜欢的时候 结果他是损失的 就是他得不到神的祝福 那就是白做 就是好像你上班 做就做了 但是没有人工的 那么当我们做的时候 做在人的身上 但是吹乔傲的时候 神是不喜悦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个心 神我们在香港 或者去到哪个地方 都想带动那些人更新 那么我自己都是很想的 就是我有方法 其实那些所有离开 我们去了外国的人 我都跟他们说 有机会我可以去 在外国那里帮助你们 训练当地的基督徒 復兴当地的教会 让他们能够有能力 去给神使用 而这一件事 我想说是个个都可以学习的 不要想着只是牧师做得 你有心 当你有心多祈祷 你看到周围的人有需要 你的朋友 你的邻居 你的家人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为他们祈祷 你可以祝福他们 你可以提升他们的生命 神是可以用你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信心 上一次我们讲到 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 一起祈祷就会復兴 祈祷是必然的 但是祈祷之后一定有行动 就是不会说 只是祈祷 自然復兴来到 是不会在圣经讲到 耶稣叫那些门徒出去 不是说你们祈祷 祈祷 只是没有叫他们 只是祈祷 他们一定要传道 还有要更新人的灵命 提升人的灵命 就是说我们想带动福音 一定是多亲人神 多敬拜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能力 然后我们去为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见到神的工作 要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带动福音 首先我们明白一下难阻复兴的阻力 这个阻力可以在我们身上 可以在别人身上 因为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阻力 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去读穿人 而是我们用正面的方法 想去帮助他 怎么样去 把这些难阻除去 第一样就是 启示读三章十五节那里 我们一起读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那你说到神是不喜欢人不冷不热的 而事实上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很多 有些就是对于神的没有兴趣的 有些人邀请我去某些教会讲道 那我就发觉 一到讲道 有些人立刻就晒下 即是立刻的身上 立刻闭上眼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会 心是这样的呢 也有很多觉得 总之从神的关系 是很困难 或者没有动力 或者不懂得如何去亲近神 于是他们就变了不冷不热 而圣经讲到 耶稣是不喜欢的 他想从口中把他吐出去 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事 是不冷不宜 我们求主更新 我们复兴我们 有些人说 我想的 不过不行 那我就说 多亲近神 尤其当你经历到神的平安 兴省 喜乐 能力 你永远都说 这是神做工 神爱我 神做工 即是神疼我 神要使用我 当我们这样多祈祷 你发觉会有能力 所以我在 一会儿结束的时候 我们为大家祈祷之后 我都叫大家互相祈祷 除非那些人身上有邪灵 那你就不要互相祈祷了 我们就和你释放邪灵 如果不是 是可以互相按手祈祷 去粗连 那你就发觉 咦 有能力 那神就会开始用你了 你见到一些人 你去为祈祷祈祷 你发觉神会使用你的 就像Pets 上一次这样 那我们都祈祷 继续 这次他 并且第二件事 就是他将来能够带着能力 祝福别人 能够是 时时带着神的恩典和能力 这个礼拜 我有一个祈祷的体验 怎样更加投入 你都经常听我说 用心灵和喜悦神 这些 那我就想到一句说话 一个经文 在《以忽所书》第二章 那里讲到 他说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 神叫我们活过来 叫我们复活 坐在天上 在神的右边 这个是过去式的 就是说到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已经和神有这个位分 有这个关系 我已经在天上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 在地上 也都同时在天上 有个位分 有个身份 那我就在想象 我现在在天上 和耶稣一起 就是其实我已经有这个位分 有这个身份 也都 他又会来到和我一起 那我就在想象 我和耶稣一起 在天上 那我就 我也都见过很多 那些人上天堂的见证 那他们形容 有一个人形容 他说 你从来都不会 预备到见耶稣 因为当你见耶稣的时候 哇 神的爱涌过来 那个人叫 Eon McCormick 他曾经被那些 全世界第二毒的 叫做 box jellyfish 炸 就是一些 水母 炸了它几次 五次 他是一定死的 但是他 听到耶稣跟他说 如果你闭闭眼 你是会 不能够醒 他就 他就 抹开眼 但是他很辛苦 身体已经开始坦汇 他就这样走着走着走着 去到 看到的士人 他就跟他说 拜托你车我去医院 他说 他看到他穿着 姚泳褲 因为他 在微水的时候 就被那些白炸 不是普通白炸 是全世界第二毒 所以他就很 那个人不肯 那么有什么办法 他就放弃了 但是跟着声音跟他说 你会不会为你的生命 去乞求他 他就乞求 跪下 拜托你送我去医院 那个人 没有送他去医院 送他去酒店 知道他叫什么酒店 放了 去到酒店 就推了出去 你自己搞定了 医院太远了 我不送你去 总之后来的过程 他就在救伤车里 他就见到他妈妈 他妈妈已经是 不在当地的 是在生的 他妈妈跟他说 以前跟他说的 就是他看回那个情景 你任何时间 在危岸 你就呼求耶稣 他就那时候 我不懂得祈祷 虽然他妈妈信耶稣 但他没有回教会 当时 神就用了一句经文 就是直接将主导文拿出来 免我们的债义 和我不免去人的债 他就看到那些字 他就说 我经常都遥说人 我没有不遥说人 接着 就会出现了一个什么人物 就是那个的士老 不肯车他的时候 他很生气 他就说 神你让我遥说他 好 如果你救我 我就遥说他 第二个人遥说 就是什么 在酒店 他那里有中国人在打麻将 那里不是中国 不过那地方有些中国人 是那个酒店 Ian McCormick是一个西人 他去到那个酒店 就是中国人 在打麻将 他就叫他 拜托你 请我去医院 他说你罪走老 我不理你 不理他 又出现那个中国人 他又很生气 但是 神你让我遥说 我就遥说 接着他就说 神就用整个主导文 和他逐句逐句 我会想到 譬如说 你愿你的国 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对不起 你愿你的国降临 你的子 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就是说 神在你的国度降临 你的子 行在地上 神你的心意成就 他就每一句说话 跟着耶稣教他 他说 从来没试过 这么个人性的祈祷 接着他去到医院 谁知道 他就 在医院 医生打了针 就是说 现在你里面有些药可以抵抗 不过你一定要不要睡觉 你一睡觉 你就会昏迷 你就可能离世了 但是他很眼眶 他说 我眼眶得很重要 他说 他就在心里跟自己说 我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 我不睡了 谁知道 他一闭着眼 立刻 就发现他自己站在那儿 我睡在床上 为什么站在那儿 而且全都黑了 他说 他说他的房间有光 为什么会黑了 他看到全都黑了 然后他说 这里是哪里 然后有声音大声 很粗暴地跟他说 地狱 他去了地狱 原来只是魔鬼的声音 跟他说话 在那时候 他就在想到耶稣 然后他就看到 他看到有光在天上 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然后把他提上去天堂 所以他经历过地狱 因为他紧紧在最后的时候 才能得救 所以他提上去地狱 这个影片你想看 我可以给你们看的 有中文字幕 他上了天堂 看到耶稣 耶稣的光涌过来 他就以为那些光 就像波浪 以为将它打回地狱 因为他在地狱上来 谁知道那些光一来到 他说感动到不得了 他说立刻 立刻哭 他说 从来没有人能够预备好见耶稣 因为你不知道 原来耶稣这么充满爱 他就这样经历神的爱 然后他就说 耶稣 我有很多罪 然后那些爱又涌过来 耶稣 我经常吸毒 那些爱又涌过来 然后 他又说 我跟很多女人上床 神的爱又涌过来 虽然他有这么多罪 但当他有悔过爱心的时候 神就赦免他 然后耶稣问他 你想不想留在这里 以后你回去 他又说 我又没有结婚 在这里这么好 我留在这里了 他说 世上没有人爱我 谁知道他眼前没见到他妈妈 他的意念就是 如果我现在死了 我上天堂很好 不过我妈妈就会以为我下了地獄 因为她临死也没有信耶稣 到最后他才信耶稣 他说如果我现在死了 我妈妈一定以为我下了地獄 她很伤心 他说我这样不可以 我不可以 我这样就死了 于是他就跟耶稣说 他说我回去吧 那他灵魂回去 一回去的时候 看到医生 或者不是医生 或者是医生 总之医务人员 找些针刺他的脚趾 听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没有感觉 然后他立刻移动 他说那人很害怕 有些难教徒 他们有一些异教徒 他们不是信耶稣的 他们见到耶稣 接着他们信耶稣 在网上有很多这些见证 也就是说耶稣 是在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 我们都需要一起配合 我们多些经历神 你祈祷多些经历神的爱 你和人祈祷 越多经历神的爱 你越看到人生命改变 我曾经在一个传统教会 那时候我刚刚经历圣灵 我未经历圣灵 充满的时候 他们请我去讲道 因为那时候我在神学院教 他们就请我去教什么 教圣灵充满 那时候我未经历圣灵充满 我就打算叫圣经这样讲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 我就参加安卡罗的聚会 经历圣灵充满 后来我在这个教会 就有一段长的时间 去带领他们 他们就越来越经历圣灵 在那个教会里面 那个牧师也是经历的 其中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高大的男人 很高大 牧师带他来 这个牧师很接受圣灵工作 在传统教会工作 在传统教会事房 但是他很接受圣灵工作 他就带了一个男人 他说你说要祈祷 我说要祈祷 他就很快就流眼泪 他就说我很感动 在祈祷的时候很感动 可能大家说 哇 这件事好像很难 因为不是我们做工 是我们越 时时深信神的爱 经常深信神很爱我 神很祝福我 神体重我 我们越深信神的爱 我们越会带着圣灵的能力 祝福人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多些操练 我说到其实我曾经经过圣灵充满之后 我是有长时间操练亲近神的 其中一段时间就是我在一个教会 因为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传统教会不接受我 我当时没有一个侍奉的纲位 我只是在一个教会里带人去祈祷 我们长时间地祈祷 在里面有些人开始经历喜乐 经历能力 在我们长时间的操练 在西贡有一个牧师 他又请我去他那里 又是大恋聚会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和他们一起去爱慕神 清近神 然后有一个人 他是很色恋充满的 我就说 你和我一起祈祷 然后我叫第三个人 我说你走过来 感受一下圣灵的能力 因为我是感受到的 怎么感受到呢 有些人有经历圣灵 我走过来 我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那里 我说你走过来 你会感觉到圣灵同在的能力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他不是走过来 他收错我的指示 他跑过来 他一跑过来的时候 是很特别的 他直接好像碰到一缝墙 他未到我们的时候 一碰到一缝墙 反弹 反弹落地下 经历神很大的能力 我想说 我不是一定要这样经历 而是 我们愿意去亲近神 必然会越来越经历神的同在 我说过一次的经历 我曾经去菲律宾 参加聚会 一班人去的 我们就多些去亲近神 去追求更大的圣灵充满 他听到我本来是传统教的牧师 然后做了经历圣灵充满 那个牧师就请我上台 然后当我一上台 我已经感受圣灵的能力 即时我就跌了地下 他就找过牧师 他一直讲到 他找过牧师 一直跟我按手 我一直起来充满 一直能力充满 然后我完了之后 我整班人坐在这里 已经完整了聚会了 那我走去第一个人那里 他一直在祈祷 我没有想着去为他祈祷 我只是看到他很投入祈祷 我就踏到他的身上 当我一踏到他的身上 他叫到大声 不得了很大声 全教堂的人都看过来 我不是想别人过来看过来 我后来问他 你觉得什么 他说我觉得好像电流 直接很强烈的电流 因为当时那个聚会 是非常强烈的神的同在 有些人说 好像圣灵充满的能力 很强烈的 就好像被盖了 那你怎么持续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持续亲近神 我会这么说的 任何一个圣灵充满牧师 都是在圣灵聚会 圣灵的充满最强的 完了聚会 一样会减弱 离开聚会之后 第二天又会减弱 一定要持续一帮人 去保持是最强烈的 就是神的同在 在一帮人中是最强烈的同在 我亦都告诉大家 我在家里和这里祈祷是不同的 我现在在说 我一想耶稣 我是感觉到能力 走过我身体的 但是我家里不会那么容易的 我在这里 我每一次都是的 我一想到耶稣 我立刻感觉到能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投入 在一会儿我们祈祷的时候 不要聊天 投入祈祷 当你越经历到神的能力 你祈祷的时候 觉得有种能力摇动你 你越投入 越投入的时候 你越经历圣灵的能力 你粗练 两个人粗练 然后呢 对不起 在楼上 正在整楼 当我们有机会 找到一些人 和他祈祷的时候 你就开始发觉 神会用我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 很大的帮助 因为会帮助我们有信心 原来神的能力这么质 就算你没有这个经历 你都 你都有信心 你都有信心 神都可以这样加力给你 我希望大家相信 神很想用我们 圣灵的能力 当圣灵降落 因为身上我们 就必得了能力 所以就不要再不冷不热了 我们经历到神的工作 我们可以给神用很多 在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帮过很多人侍奉神 是我以前没有试过的 我以前其实也带过很多人信耶稣 但是那些灵命更生是不强的 但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自己的更生又强 我和人聊天 有些人都会即时觉得 被感动 有动力 并且他们更加被神去更生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这个阻力 就是人的不冷不热 第二就是很多人懒惰 又恶又懒的仆人 我们不用理他 总之我吵了 我就不出声 不出声 我回去之后 我剪掉他就可以了 放在YouTube那里就可以剪掉他 好了 这里讲到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仆人 三个 讲到五千二千 赚了五千和二千 但是一千那个是埋藏在地里面 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到人 你是不是埋藏在地里面 有没有用到呢 如果你没有用的时候 你是什么呢 第三十节一起读一下 把者无用的仆人 刁在外面 黑暗里 罪那里必要 哀哭设耻 哇 好惨啊 那里是不是天堂来的 地狱来的 在外面 黑暗里面 哀哭设耻 就是没有用到我们的恩赐 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 我们得救是靠恩典 但是当我们没有使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不用的时候 就会浪费了 那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的时候 就是他完全没有属灵的生命 完全没有被更新 完全没有使用的生命 他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他就是不可以得救的 所以我们就是神帮助我们 不要又恶又懒 比如人家讲什么话 我们立刻发脾气 那么又恶又容易发脾气 容易激人 容易伤害人 接着又懒惰 就是常常惯着 摊在梳化上 我还记得 其实我有很多经历 可以鼓励大家 我曾经记得有一个人 也是我偶然形式 实际上我很多人不同的形式 有时候这个介绍的 有时候看影片什么都有 有一个人 他就跟我说 他是有人带他 我记得 他有人带他去聚会 那他是什么呢 他说我是有狂躁抑郁 并且没有力 他说我每天睡到很晚 晚上很晚才睡 然后我醒了之后 就跟梳化连为一体 他形容的 他就跟梳化连为一体 就整天看电视 还有他出街都是搭的士 因为他那条路是斜路 他住那里是斜路 所以他每次搭的士 当我跟他起了肚子之后 他就回家了 他说整个天光了 立刻整个天光了 还有他人都开心了 他说他十年都没有煮过饭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天都是 他家人跟他买外卖 就是买外卖回来吃 他就回家了 他本来就乘搭的士上去 就是乘巴士去到一个地方 跟着乘搭的士 但他那天有精力 他就走上去家了 走上去之后 他就跟着去煮饭 买菜煮饭 他家人说 十年都没有煮过饭 为什么忽然煮饭呢 并且他回到医疗所 他见到其他病人 他就告诉他 耶稣多好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当时为人祈祷的时候 其中一个经历 就是神可以这样使用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信心 我们多祈祷 一样可以带起福兴 福兴不只是 不只是祈祷 一定有行动的 并且不是 躺在这里 是一定有行动的 好了 有些人就是 《尊以地上的士为年》 一起读阿弗里比书三章十九节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土福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尊以地上的士为念》 这里说到有些人 专以地上的士为念 只顾着地上的东西 吃、喝、看电视 整天只是挂念地上的士 结局是什么?沉沦 就是完全没有以神的士为念 完全是以世上的士为念的时候 是可以这个人是不得救的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靠恩典得救 但当人得救的时候 他是会改变 他是灵改变 完全没有改变的时候 他是可以沉沦的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一方面就是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第二就是我们周围的基督徒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情况 你就不要说你是沉沦 就是你这样帮不到人 而是你关心他 你知道耶稣这么好 你想多些享受耶稣 你想多些从神得力 就是用这个正面 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祈祷真的有喜乐、有力量 我真的有经历过医治 经历过不同的帮助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激励人了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经历 可以去分享给人听 还有人是很难改变的 人尼米诗13章23节 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 炮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 便能行善了 炮能改变 好像有个衣柜 我今天穿这件衣服 我明天穿第二件衣服 炮岂能改变斑点 神就跟以色列人说 因为他们当时真的不肯悔改 他说如果他能够改变斑点呢? 古实人就是黑人 黑人改变皮肤 不是黑人 不是黑色 炮能改变斑点呢? 如果能改变你的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 原来人是很难改变的 我们也可能很难改变的 反省我们有什么地方是难于改变的 有些人可能对于圣灵工作有抗拒的 难于改变 或者肯用时间诛心祈祷是难于改变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或者不敢去帮助人的 这个需要改变的 求主帮助我们改变 有这个心 神啊我改变 我靠着你改变一点你就会欢喜 这一点很重要 不是当我们改变了 而是我改变一点 神就喜欢了 所以我求主耶稣帮助我 开始去改变 神就喜悦了 还有 神是很想将圣灵充满赐给人 不过有很多教会是抗拒的 并且定为邪灵充满 其中有一个牧师也很出名的 我不说他的名字 他在网上也有很多找人作见证 就是说他参加了灵恩聚会 接着有邪灵 他就控诉 其实我通常来说 我很少看WhatsApp的群组 但有一次我看到那个群组 就说到这个牧师是什么呢 辨别人的灵 我就说这个牧师是不是都是开放圣灵 我就不清楚 我就约他 他就见我 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抗拒圣灵工作的 他不是用圣灵充满的工作的方法 来辨别人的灵 他的方法我也不说了 然后我就跟他沟通过很多次 他也跟我说的 就是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说你真的很热心 我说是呀 吃年聪明之后我真的很热心 很想给神用 我真的用尽一切的方法 我的时间都是给神用的 他看到我的生命改变 但他又说他怀疑我有邪灵 那我说好 那你试试和我赶邪灵 他又不肯 那我说你一班 不要一个了 你找了多少个都好 不要紧要 多少个围着我 和我赶邪灵 他又不肯 我听到有个人和他一起合作过 他说赶邪灵很难的 我又觉得奇怪 为什么赶邪灵很难呢 他说和这些灵恩的牧师 赶邪灵很难的 他们不出的 但我又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如果有道教的人 我试过有道教徒 我在这里领一个丧礼 但我领这个丧礼很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家人就是经历圣灵的 有个家庭 她的女儿 即是女儿 都是四十多岁的 她就来到教会 参加教会 那时候我经历圣灵之后 教会整天都有医治的 整天都有分享见证 她说我妈妈有四种病 心脏病 糖尿病 神衰竭 中风 四种都有 医生就说 没有得医的 他现在要洗神 但是不用了 等他自己自然离世 他说 牧师不如你去和他祈祷 他也不是想着一定是医好 总之怎么也好 祈祷 也很重要带他信耶稣 我去到 我和他祈祷 我问他 我说你祈祷有什么感受或经历 他说 很舒服 很特别 他是一个佛教徒 他说很舒服 我说 你拜佛有没有试过那么舒服 没有 拜观音有没有试过 没有 那你信不信耶稣 不信 为什么你不信 因为我拜观音几十年 我契了观音几十年 我不会信耶稣 我继续去探他几次 还有他的家人 我通常都是这样的 我去探哪个家人 有哪个人来到 我又跟他谈 谈完又跟他祈祷 他个个都经历圣灵 他家里是很特别的 个个都容易经历圣灵 后来我没有时间 我就没有再去 过了半年之后 他忽然有一天跟他女儿说 他说为什么叶牧斯今天没有来 这就是神推动他的 因为我已经没有来这么久 为什么会说 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呢 于是 那时候还用了传呼机 立刻收到 我立刻去 我就立刻去 去跟他祈祷 我又问他有什么经历 他说很舒服 因为他那些神吹血的尿毒很高 全身都很痕 很辛苦 他说你祈祷很舒服 我又问他 观音有没有帮助你 佛祂也没有帮助你 没有 那你信真是信假 他这次回答我信真那个 那我说你是不是信耶稣 是 那我说真的很清楚信耶稣 洗礼 接着我说你那里有个偶像 拆了他好吗 他肯定 他拆了偶像之后还怎样 他的女儿告诉我 他翌日 他见到那些子女 跟他说你信耶稣 信耶稣很好 是完全改变的 是整个人完全改变 并且有一晚他女儿看着他 看着天翻板 从一边看着另一边 一直看着笑 他说他大半年都没有笑过 因为你想想 全身都有病的人 怎么会笑呢 但当时他笑得很开心 所以他女儿是深信 他一定是见到天堂 或者见到耶稣 或者见到天使 随便一样 接着他后来离世的时候 本来医生就说 他一定是很辛苦 还有最后要打麻烦针 但他说到离世 都是很舒服 没有说很辛苦 很安诚地离世 所以他的家人是很特别 所以他的安息礼拜 是好像敬拜聚会一样 我来找些敬拜 因为我和他在家就敬拜 我就找敬拜师那个债美神 他就告诉我 他说有两个道教徒 当时在场 当他在这里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很辛苦 他就结果要离世 即是说神的同在 道教徒他多强都好 当他有神的同在 他是受不了的 所以这个牧师他说 你们那些道行膏 邪灵道行膏 所以我们赶不走 这是没理由的 但他们坚决说这是邪灵 其实对于圣灵工作有两种看法 三种看法 一种是接受圣灵工作 第二种是说 是圣灵工作 不过我不接受 以前我在中派侍奉 他们反对圣灵工作 一直针对我 但是那个会长 他有一次进医院病了 他叫我做什么 叶牧师不如你为我按手祈祷 会长居然叫我为他按手祈祷 他相信这是圣灵的充满 第三种看法就是邪灵 这是少数人 不过因为他经常做聚会 所以有很多人相信 所以有很多人去过 灵恩聚会 首先我说我的聚会 有很多圣经 和灵恩聚会是不同的 灵恩聚会有时候少说圣经 我是圣灵充满 但是我着重说圣经 他们有邪灵彰显 这件事是我们时时有见到的 我宣教也试过 在说道都有人有邪灵彰显 就在喊 我一定要和他清 如果不清 他就继续有邪灵影响 但是因为他们 有些人去了聚会 没有人和他清理 于是他就去找这个牧师 他说我去完聚会就有邪灵 其实他是在聚会的邪灵彰显 不是聚会惹到邪灵 我说如果是聚会有邪灵 那就是牧师 就很邪灵充满 其实邪灵充满的人 呼求耶稣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到邪灵充满很厉害的 呼求耶稣 说不到耶稣 不能够长时间赞给神 我们长时间赞给神 是很开心的 越来越投入 越来越爱耶稣 越来越卫生 也有很多地方 这些聚会充满的人 都是带领 譬如传福音 带动当地的更新 所以这都是神的工作 我说我自从经历聚灵 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我又生命会更新 我又卫生事奉主 我又为人祈祷 那些人又爱主 又带他们去信耶稣 怎样是邪灵呢 但他回答不了我 但他总是信念 变成他一直存爱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是在敌挡神的工作 这是很可惜的 但他又不肯听我说 好了 我们遇到这些人 我们都一样对他礼貌 不过我们可以的时候 都让他知道 真是圣灵工作 带给我们很大的更新 有时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说出 对我们生命的改变 不要只说经历 生命的改变 就像我刚才说的经历 都是带来信耶稣 都是带来祝福医治的 所以我们说 圣灵充满 就是带来祝福医治 并且带来生命更新 那些人信耶稣 爱耶稣 给神使用 所以这里圣经所说的 就是神想所有人 这个很重点就是 我们一起读一读 《四团传义讲17节》 神说 在末头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宵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建议仗 老年人要做预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宵灌 我的仆人和侍女 他们都要说预言 《四团传书》5章18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个讲到很重要 神说 在末头的日子 当时其实 未到世的末日 是在事律行转 初期教会的时候 神说 我要将我的灵 宵灌凡有血气 就是说 从那时开始 我要将圣灵 宵灌所有基督徒 神是想这样的 并且保罗说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有很多人来说 他们觉得圣灵充满 就是祈祷 看圣经 这些都是 不过不是全部 因为圣经是很明显地说到 圣灵降临在身上 你就必得着能力 并且在《光伦多前书》12章 是说到 圣灵赐给人 各人的恩赐 知识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医病的恩赐 行义能 辨别诛灵 能够说方言翻方言 都是圣经所说的 所以圣经真的有说到 这个超自然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 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 有说到 用神迹除了 证实所存的道 就是神迹的目的 不仅是神迹 是证实所存的道 所以我们经历神的工作 我们就去作见证 鼓励人 你爱耶稣去亲近耶稣 神就去祝福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 今世一个很大的拦阻 不过事实上 在全世界 因为有很多国家 他们的教会 大部分都是开放圣灵的 在一些先进的国家 尤其是华人的地方 对圣灵的工作开放是有限度 不过是看地方的 有些地方开放的程度是强的 有些地方开放比较不强的 我们周围的基督徒 我们都用一个正面的方法 如何正面的方法呢 不需要一说就说圣灵的 说我们怎样爱主 怎样亲近神 得到帮助 得到力量 甚至就这样不提圣灵 就是说我祈祷真的很得力 真是人又平安又兴散又喜乐 又有力量 那已经可以影响人了 就是说我们分享我们对神的热切 因为真的有些教会的特殷子妹 他们对神是没有什么火热的心的 就是不火热的 是很容易黑眼睡的 一听到就黑眼睡 祈祷就黑眼睡的 他们对神的心是不强的 我们分享给他们听 祈祷是有力的 又睡觉睡得好 又有平安又喜乐 那你想不想用生命的改变来作见证 也当他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试试放心去做 所以我们互相祈祷都可以问对方 你有没有不舒服 那我们祈祷的时候 不要只是用五性祈祷 去带领他爱耶稣 多谢天父 天父和我们一起 多谢耶稣 耶稣真好 我们感激你 我们赞美你 又可以唱诗歌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带人去享受耶稣爱耶稣 他更容易经历圣灵的工作 我们生命复兴 我们能够复兴一个人 以后你就复兴越来越多了 以前我发觉 我告诉你 我初做牧师的时候 其实我很有心传呼音 那些来到教堂的人 那些同工都告诉我 他说 见到新人 你又拿他的电话 然后你又会探他 打电话给他 我会跟他们聊天 传福音 他会看到我热心 但我发觉 当我想帮那些基督徒 很爱主 是很难的 在团契开心 是容易的 喜欢参加聚会 是容易的 但很爱耶稣 我发觉是难的 但我现在来说 就不难 因为我简单的说明了四点 耶稣很爱你 和耶稣充满能力 一切 世上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你的生命在神手中 第二 你很宝贵 你是很重要 神很爱你 第三 你一听话 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神一定欢喜 祝福你的生命 是有很多见证的 第四 你不听话 你犯罪 你离开神 你疏远神 一定有破坏性 任何一样罪都有破坏性 你想不想得到神的恩典 他说 我想不过我不懂 我教你 你就是享受神 你好像想到 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你会很开心 那你想到耶稣 我就会很开心 这样的灵已经开通了 喜欢耶稣的心 是更加容易经历神的工作 并且更加生命更新 带着神的能力 另一个难助复兴的就是合一 事实上 应该说难助合一 难助是什么 不肯合一 事实上因为不同的中派 本来就算不同的中派 大家都是基督徒 应该是合一的 不过可以说 香港也有合一的运动 有一个叫十八区片传 都是将某些教会合一 不过有很多教会不肯参加 亦都会很排斥 这是耶稣的心 耶稣是想所有教会合一 他说 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一为一的心 耶稣也说 祈求天父 叫他们合一 好像我们合一一样 不过教会不肯 这就造成教会 不能够合一 不能够同心合二 传统教会 有传统教会的执着 每一个中派有他的执着 圣灵教会 又有他圣灵教会的执着 这个是很可惜的 结果是难于合一 难于合一 就变成了力量不大 但如果全香港的基督徒都合一 合一不代表我们抢人去我们的聚会 不是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只是想祝福人 只是想建立他们的教会 这样的时候 力量是更加大的 有些地区的合一是强很多的 在非洲有些地区他们都没有分中派 大家一起聚集 但是香港来说是一个难所 那我们如何冲破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见到不同教会的人 我们不要跟他们说分别 就是多说我们一样的地方 我们都是倚靠耶稣 我们都是亲近耶稣 甚至见到天主教徒 我们不要第一样说 你们向马里亚祈祷 我们不要跟他们说第一样 我们跟他们说 耶稣很好 我们祈祷耶稣真是祝福你的 可能天主教徒也会想 耶稣祝福 当他建立和神的关系 有到他信任我们的时候 我们先跟他说更多 因为你一开始说 他不会接受的 OK 不同背景和信念造成 基督徒之间的阻隔 比如对圣灵的不同看法 不同的神学 比如有些说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有些说不是 从圣经我们真的看到是支持 不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但有人是这样 我们都没有不同的辩论 就是不想辩论这件事 我们就说我们能够合一的地方 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敬拜方式 有些传统教会一见到人举手敬拜 他立刻说这是灵恩的 他们就会说这些就是灵恩了 他们很反对有些人 比如行驱祈祷 带着旗 他们很反对这些 其实这个也不是灵恩 敬拜不是灵恩的 但是我听过有些人 他们很反对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也是一个好的 我意思是敬拜是一个好的 因为有很多教会 本身不接受圣灵工作 他越多敬拜 神的工作是越大的 还有不同热心的程度 我发现一件事 当我有这种火热的心 跟一些基督徒说的时候 他是会反感的 为什么呢 他觉得你为什么这么热心 你为什么这么热心 或者有些为什么这么爱主 有人跟我说很欲骂 你说到爱耶稣 圣经说到信心尽性 全心爱神 就是喜悦神 为什么会欲骂呢 他们对于说 伟生是觉得有种抗拒的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这个 就是一个阻隔 也都知道 有时候 以往初期的灵恩派 有时候有些说话就不好 他就跟他们说 你不说方言 你不去到天堂 这不是真的 这说话造成了很多的难做 我希望大家 第一件事 为到你周围的 未信的人祷告 为到信的人祷告 求主祝福他们 加力给他们 也都让我们建立和他们的关系 我虽然知道他有这些不同 但我不要注目在不同 注目在建立相同 也有时候可以和基督徒聚集 一起祈祷 一起为他们祈祷 为需要祈祷 分享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祝福其他人 另外我鼓励大家 开网上的YouTube和Facebook 是会扩阔你的影响的 你平时的影响力 可能你可以传得呼音的人 可能只有十个、二十个 但你在网上的时候是可以很多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去开Facebook 或者YouTube的户口 两个都开了 并且有其他的都开 去影响人 我们现在暂时就去到这里先 我们现在就会分组 我们一起祈祷先 我们一起站起身 站起身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虽然我们知道 福兴是有难助 人有难助 不过我们知道 神祢很想福兴 祢很想将圣灵挑贯 凡有血气的人 你很想你的儿女都爱主 不是不冷不热 我们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我们心里焦急 但我们不要用一个强硬的方法 不要用一个强暴的方法 而是一个柔和的心 去祝福他们 关心他们 为他们祷告 求主施恩 使用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愿意给神使用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祢是乐意的 乐意更新我们 当我们听祢的话 当我们做祢吩咐的事 祢一定欢喜 祢一定祝福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神啊我们愿意 祢愿意的 祢向神举手 祢说神啊我愿意给祢使用 我愿意在末后日子 带动福兴 无论我带动几个 逐个逐个 一步步的 由一些的话去影响他们 求主祝福我们 感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